部長想請教一下 昨天您去萬華的時候 有位抗議者然後被駕走 李維維維教授你幹嘛給您 我有看到 那不過我知道 基本上就是他有另外的一個事情 那當然市民有任何的意見 也可以透過很多的管道 我們都願意來了解 那一定來解決 那昨天那是一個地方的一個維安 那就是說他覺得情勢上面 需要這樣做 那我事實上事前我也不了解 有這樣的情形 如果您的對手講萬華 他批評你說 就是以民為先 卻把民眾拖到旁邊 對這樣的語言您怎麼認為 我想這事情大家都是同理心 我想警察有維持治安 維持這樣的一個秩序的一個尺寸 我想對各個候選人都會是一樣的 市長想問一下 顧長想問一下 關於昨天您在節目上有講說 這個柯市長常講自己英武器的這個智商 那您認為說是小孩子在講 那您自己本身有測過智商嗎 那你認為什麼樣的智商才適合當市長 我想這一個我講的意思就是 人到我們到一個年紀之後 基本上是看自己的努力 我們怎麼樣的努力怎麼樣的一個收穫 那智商呢是小時候大家在評比在教育的時候有各種一個評量的基礎 並不是說智商一測你智商低你這一輩子就完蛋了 也不是說你智商高你一輩子就永遠飛黃騰達 沒有講那是在教育上面的一個評量的基礎做一個參考 但重要的人是要看自己怎麼樣努力怎麼樣摘 那就怎麼樣的結果 因為他們現在兩位並沒有提出太多的一些見解 所以我們很難有像一個交叉的討論 那倒是科士長他的見解蠻多的 那因為問的也多 那當然就回答的也多 部長你想請教 因為你昨天有自己提到說 不希望把這個病毒拿來作為挑剝大家對立的工具 不過今天講官還是持續在講 他說他覺得呢 這個你的防疫成績不及格 那你怎麼回應 你覺得你的成績不及格嗎 第一個當然防疫成績 還是有賴後來的一個最後的一個評比 那不過我們至少就是說 從開始疫情開始努力不斷 怎麼樣在裡面不要製造對立 怎麼樣整體的社會的氛圍 讓是我們人在跟病毒做對抗 我認為在這一方面我們達成了全民抗議 能夠一見在這樣的疫情裡面 能夠糾集大家的力量做到全民抗議 大家一起來 這樣的一個我認為政府的第一步 已經算是成功 那至於在結果裡面之後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很多的評比在 我們的成績也不差 所以當然就是說這種事情也不是說 憑感覺啦 當然江偉有這樣的感覺呢 有機會我會跟他說明一下 我想問一下柯市長對您的指教還是很多 他說想問問看您的支持者 願不願意把高端吞下去 還說您那時候擋BNT進口 他覺得無法原諒 你怎麼看 我要擋BNT啦 基本上齁 基本上我還是要強調這不要有錯誤觀念 疫苗是拿來打的不是用來吞的 就是因為有時候這樣講會大家會有這樣誤解 第二個絕對沒有擋過BNT 曾經有人擋BNT但不是我們擋BNT 這個要講得很清楚 歷史的文件資料非常的清楚 我們是被打 而不是我們打 那後來我們也非常的肯然接受 民間能夠透過其他的管道 讓他順利的把疫苗進來這件事情 把它做好 我們到現在也非常感謝這些相關的團體 比如像鴻海慈濟 還有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大家極力用民間的力量 然後轉一個彎 讓這疫苗能夠進來 照常我們政府跟人民 跟我們的那個相關企業團體 跟人民合作 讓我們可以打到疫苗 部長想問一下 關於昨天的沉抗事件 昨天今天黃珊珊又講說 寧可跟萬華人道歉 不如先把事情做好 那另外最近的這個維安的這個層級 有沒有再升級 還有包含就是說 像今天來這個廟 好像很多政治人物來這邊都會發誓 那您有對您自己向神明發了什麼事嗎 沒有 我們大概向神明 我印象希望就是這樣 神明來拜託 來祈求 我們祈求國泰民安 疫情早日的過去 我們希望我們的醫神 能夠保護大家的身體健康 能夠遠離病痛 那至於就是說 在遠離做要做事情 什麼我們都充分準備好了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看到 不要說是這兩年多的疫情 這五年多的一個 衛福部的部長 我們修訂的法案 書墨會說話 我們部部都有照著希望 然後部部在努力 做事情我們沒有問題 那作對事我們要議會的監督 那部長最後一題問一下 你剛剛提到說 你沒有擋VNT 可是我們印象沒有錯的話 說你曾經講過 VNT是德國的演義 然後中國分裝 這樣子的情形 那你現在覺得 VNT是中國製造這樣子嗎 還是說你覺得這樣講的話 當時是講錯了嗎 我不知道 那時候在 我們要是在 要求是在VNT原廠 然後直接出來 然後直接送到台灣 就這樣子 那你的意思說 我們要送到別的地方 然後再送回台灣 大可不必啊 沒有 就有一部分 在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有一部分東西 在深圳 好像我在深圳分裝過 那時候跟我們在購買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在購買 就是跟VNT的原廠 簽了一些 然後這個時間 他們就打了退堂股 那中間當然有一些 相當可能的因素